各位聊四季 天鷹的孤星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要來看葡萄人對上Pushimiya人 這場比賽也是將軍的休息儀式 那這場比賽呢是Viper對上Yuo 那Viper呢是我們熟知的世界冠軍等級 那目前呢他跟Hera應該對我來說 都是世界冠軍等級的人物 那Yuo呢他算是世界前三或是前四強 那我個人認為他應該是前四強是穩穩 前三的話可能是TopTown 畢竟兩位選手呢在之前的世界冠軍的比賽中裡 那個Yuo呢是輸給了TopTown 所以目前我的新木排行榜 Yuo還算是世界前四 那不論如何中國這位第一玩家 Yuo的實力還是非常高強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文明的部分 目前看到Yuo呢是選擇了Pushimiya人 那Pushimiya人在遊牧地圖當中來說的話 算是中規中矩文明 他的文明的定位喔比較像是朝鮮這一類文明喔 需要打馬戰車喔才可以打出自己的文明優勢 或是在城堡時代點下化學之後 可以用火槍兵喔才會更強勢一點 那打火槍兵的話是有點稍微不足的喔 因為火槍部分他的血量還是比較少 反之回去還是相當容易的喔 那Pushimiya這個文明喔也算是像葡萄牙一樣啦 就是要打這個戰車部分 像是葡萄牙的風情砲啊或是朝鮮的馬戰車喔 在遊牧地圖的城堡時代初期喔都是相當厲害的單位喔 基本上一定要用這個老頭去招響對手 才有可能比較好打的贏 那Pushimiya戰車還有一個比較特殊一點喔 他就跟風情砲一樣喔 葡萄牙的風情砲一樣喔 所以要點一下475這個救贖思想 才可以去招響自己的單位喔 所以在反制來說喔 對手還要多了一個條件喔 就是要挖了非常多黃金喔 才有可能反制 所以目前喔我預估Pushimiya這個選擇喔 是為了打戰車喔 並不是為了他的這個後期喔 榴彈炮的一個能力 畢竟遊牧單挑要打到後期喔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結果Viper這邊想要拉這頭豬 但是他沒有飾演 走到這邊結果被射死 這個應該是早就看到豬被拉走了吧 他這一村是食物嗎 看起來不對勁喔這一村 OKViper開局送一村有點傷 那Pushimiya的後期喔 主要是打這個槍兵喔 還有火槍還有榴彈炮為主的文明 那城堡時代遊牧的情況喔 通常是都打老頭 打這個自己的老頭 然後再加上戰車喔 投石車是比較常見的一個搭配組 當然可以搭配一些槍兵喔 但是槍兵的轉兵部分 會比較吃肉一點 是比較少見一點的 那如果是只打投石車 戰車還有老頭路線 就只要挖金跟木 肉類需求其實沒那麼吃重喔 那接下來看一下葡萄人 那葡萄人的話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的帝王時代呢 可以幹下這個趕翁大傷戰 這個大傷戰呢可以遠遠產出資源喔 可以打我們所謂的無限資源戰術 那葡萄人也可以利用這個特點喔 轉出大量風型砲進行壓制對手 然後再用這個趕翁大傷戰補下更多城堡 甚至火炮塔 甚至大型箭塔進行壓制敵人 那這個打法呢 比較適合在團戰用 這個團戰的話 有這個趕翁大傷戰 團隊裡面喔 就遠遠不絕的石頭可以用 甚至可以給隊友的蒙古喔 更多石頭 讓他展出更多蒙古圖技喔 這事實算是一個葡萄牙比較特殊的玩法 那葡萄牙在油木的單挑來說 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老頭 甚至打這個風型砲為主的文明喔 會更好一點喔 當然葡萄牙也可以打騎士啊 或是攻兵喔 也是相當適合 因為他有這個黃金解冕的效果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葡萄牙打這個風型砲 在油木裡 畢竟油木這張地圖 其實收大也不大 這個風型砲到處打的話 還是很快就可以壓制對手 好 那目前看到 右這邊是點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打的是一個24P加2的打法 那葡萄牙這邊是打了27P 然後加2的打法 其實也不是這樣算的喔 不能講21加2喔 那這邊是船喔 魚船的話也是算在這個P數裡面 實際上是21P加6 然後再加2 升城堡時代 但是Viper這邊沒有第一時間挖黃金喔 有點怪怪的喔 這邊黃金是找不到的樣子喔 所以黃金慢挖了一點 這樣可能會拖到升城堡時代的這個timing喔 這個對Viper來說是有點危險的 那他這個打法是有可能是要去放棄喔 打海喔 沒有要出戰盡的部分喔 趕快去產出自己的地龍這個城堡時代 那右這邊打法喔 算是比較正常開酒 他這邊是有打算要來打這個風劍火戰船的 那他這邊中間開了一個內斧喔 比較安全 所以有沒有要打戰盡喔 還沒有決定喔 也有可能直撐喔 這邊就來看一下右這邊的選擇 右這邊升到封建時代 繼續產村民 戰盡的部分沒有按下新的碼頭 點下了六王技術 這邊看到有該哨戰喔 拉了怡村去扁對手 那Viper這邊是轉出了戰盡的部分喔 還是要出戰盡去騷擾一下對手 但是他並不知道 右的這個漁船喔 是放在中間這個海域喔 Viper應該剛剛有走到這邊喔 應該是有看到這個潛探喔 但是並沒有看到海的樣子喔 我們來看一下Viper的視野 好這邊直接一個村豆 拉了四村扁 那這邊應該是要來插劍塔 OK 好我們這邊看到Viper的視野喔 好像有看到一點海喔 但他並沒有去這邊看一下 到底我們在捕魚喔 這時候Viper點下了六王技術 讓視野更好一點 結果又插了一個劍塔之後 馬上取消 波西密亞馬上補了一個兵工場 然後後面下了一個射箭場 想要來打一個小弓壓制 這邊又擊殺到了Viper的一村 這邊村豆打得非常厲害 可能第三村也要拿下 Viper這裡並沒有任何的反制方法 哇靠 這一隻殘血的村民居然直接拉走 哇又這一波打得太漂亮了吧 兩隻小弓擊殺了一隻村民喔 那這邊劍塔也可以趕快補下 待會也可以把這個弓兵放進去喔 讓劍死的傷害增加 Viper這邊要想要硬蓋劍塔嗎 這樣的話殘血的村民要趕快回家 OK 殘血趕快走 但是又沒有吃到殘血的村民 反而是成人中心射了幾下 哇還射死了一隻 好 Viper趕快繼續補劍塔 還有劍塔跟旁邊的射箭場 進行防守 這顆劍塔應該是可以拿得下來喔 Viper只要把村民直接拉過去扁他 然後再毛病 站這個位置喔也OK 那為什麼Viper現在沒有這樣做 是顧慮現在拉村民去扁他喔 後面的弓兵可能會射得到 但其實又 這邊還沒有點下一集射喔 所以剛剛是打不太到的 好這邊可以直接扁 對這邊直接扁就好 是我就扁了 不要在裡面射喔 出來扁比較快 OK這裡補下一些毛病 又這邊再補下了一根劍塔 那這邊劍塔是五個人開蓋 蓋的輸出其實蠻快的 好這邊看到對方在蓋劍塔 直接拉村民 想要直接開扁劍塔 劍塔部分直接被扁 欸但不是先扁劍塔 是先扁村民喔 好但是這邊出的是毛兵 毛兵打工兵雖然好用 但打村民的話基本上是沒傷害啊 好Viper這邊直接用自己的毛兵 解掉了對方的弓箭手 這裡剩下村民直接繼續扁劍塔就好 不用離開 對這邊收掉弓兵 好然後這邊繼續打 然後拉一隻村民去打 這隻在修理劍塔的村民 可以再拿一村 沒有問題 後面劍塔直接被打噴了出來 殘血的村民要不要先拿掉 Viper 殘血先拿 Nice 收掉殘血的劍塔之後 這些村民 也是只能 謊接 唉唷這邊再蓋一個木牆 讓對方難以回家 好但對方的弓兵再繼續補了出來 又有這名被迫防守 在家裡補了一根新的劍塔 Viper這一波 反制劍塔的打法打得非常漂亮喔 雖然又這一波也是傷到Viper的經濟喔 兩邊來說 都是有受到一定 一度程度的傷害喔 經濟損 很傷 但又待會可能經濟就會開始落後囉 因為他中間這個夜市漁港 吃完魚就沒有魚了 這個小小小型範圍的區域喔 魚算就要灑魚網 那這部分他可能就會稍微弱勢一點 畢竟免費的最香啦對不對 免費的魚再補個碼頭 他可以繼續把這個魚肉放進去喔 補魚的效率還是不錯的 好 那目前支援量看起來 Viper確實拿到了一些優勢喔 肉類已經來到711黃金 也快要200黃金 可以點下城堡時代的升級了 這邊火箭船繞了一圈 應該是有繞吧 來看一下Viper的視野 Viper這邊繞了大概半圈喔 都沒有看到對方的碼頭 所以他應該是預判喔 對方應該是沒有在中間捕魚 反正是在裡面這裡捕魚 OK 那居然 沒想到兩邊是幾乎同時點下城堡時代的升級喔 又這邊升級升級得非常巧妙 他怎麼升上去的喔 剛剛沒有看到 剛剛支援量看了還差了一些喔 但可能是他早就已經點下了 說不定 好這裡毛兵過來防守 但有一隻毛兵已經被打倒在地 又操作了一下 換了一隻毛兵 好這裡再修了一波操作喔 這隻毛兵可能要死去 但是又還是很想要偷殘血的村民 這波會怎麼偷呢 哎唷 殘血的先打 後方的毛兵還有一滴 趕快再補 直接拉一層去扁人 哇 扁掉了一隻工兵 但是最後的毛兵也死去了 好 這一隻工兵 直接被村民暴打 拉了一隻村民繼續追逐 但是工兵的移動速度比較快喔 0.96 好 按了一隻肉碼 過來解一下逃離的工兵 好 中間的魚 終於要吃完了 剩下一點點的海濱魚群 好 這時候白鵬升到了城堡時代 先打出來的是騎士 那騎士現在才有折扣優勢喔 而且城堡最強大的極戰力喔 就是騎士了 騎士一出來之後 這些工兵喔跟肉馬 都要對騎士喔 敬位三分喔 好 騎士出來了 Night Night 衝啊 爆砍工兵肉馬 這邊殘險村民要不要偷一下 好 這裡沒有偷 尾了一個木牆 讓工兵沒有地方可以逃 太狠了 手速很快 好 當然是 Porsimia這邊補下了一根城堡了 而且修道運補下 看起來是要轉成老頭 配上戰車的打法了 老頭配戰車喔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組合 但是Porsimia的老頭 雖然他是老頭文明 但他的特殊能力喔 這個胡斯派改革喔 要到帝王時代才可以點下 點完之後呢 老頭就不需要黃金的消耗 改為有食物喔 所以Porsimia到了城堡時代 帝王時代的話 還是需要大量肉 才可以打出更多優勢來喔 但是在油木的情況下來說 比較 比較不太吃這種開農的效益喔 要趕快去盡量搞對手 把對手打崩喔 更為重要 在油木來說是這樣子的 當然也有這種 防守反擊開農的方式喔 但往往是很難守下來了 因為你一旦開農之後 對方兵也會繼續爆 甚至投石車開始開拆這些 城鎮中心 強軍式的情況 開農是很難農起來 一定要適時的去出兵反制喔 當遇到Porsimia出戰車的情況下 葡萄要趕快點一下這個救贖思想喔 講完就點了 OK 我剛剛想說我怎麼你講就點了 這個有點 有點害怕 OK 那這邊點一下救贖思想之後 看要不要後面再補一個修道院喔 這裡補一個修道院可以撿生物也不錯 對 你也在這邊補了一個修道院 OK 我講什麼 BIPER就做什麼 難道 我跟BIPER沒有同時出現 所以我 幹話就到這邊喔 不要講太多幹話 OK Porsimia這邊四台戰車 我覺得這四台戰車喔 趕快往前走就好了 不要在後面拖拖拉拉喔 在那邊等他 救贖思想出來的話 可能就很尷尬了 但是為什麼又沒有往前衝 是害怕對方的騎士數量很多 因為Porsimia戰車數量少的時候 是很難直接秒殺一隻騎士的 如果讓騎士順利存活下來的話 他等到第一波子彈發射的時候 騎士都可以輸出好一輪喔 但BIPER這邊屯的並不是騎士喔 而是老頭的部分喔 那老頭現在有救贖思想 也要趕快補下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老頭的血量 還有這個宗教狂樂 像Porsimia也是點下宗教狂樂 去升級一下老頭的跑速 看一下下方有一隻老頭被擊殺掉 好BIPER這一隻騎士被招降掉 有點小虧 哇這邊三隻橡皮直接戳到 哇三隻橡皮直接戳爛這隻騎士 這個三隻騎士很明顯沒有控好 全部送光了 那目前喔 Porsimia這邊要反制對方老頭 也可以打算點下這個贖罪思想 招降對方老頭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這也是戰車搭配喔 我們剛剛開頭提到的喔 戰車配老頭還有投石車喔 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決定喔 那當然葡萄牙也可以轉投石車喔 去反制對方戰車 50拍戰車的鎧甲 吃到投石車的傷害喔 是有額外增傷喔 大約增傷32滴左右 非常痛喔 打一下就會扣70滴血 所以BIPER這邊的主要打法策略喔 可以考慮打老頭 配上投石車 還有肉碼的路線 肉碼的話可以針對對方老頭進行反制喔 避免對方真的點下這個贖罪思想 就會很難打了 好 BIPER直接果斷捨棄自己的城鎮中心 到了後方開農喔 但開農部分也是雙TC開農 這四台戰車有機會招降掉嗎 但是還沒有研發宗教狂樂 這裡要追到並不是問題 但是需要追一段路 這邊跑速是0.8 後面老頭的話是0.7 不能再回頭囉 再回頭的話就會被追到 宗教狂樂還有10秒 研發好就有機會追得上 繼續追追追追追追追 哇放棄了可惜了 因為他的跑速研發完也是0.8 跟這個PUSHMIA戰車的跑速是一樣的 好這邊直接硬招降 結果老頭兩隻招到了這隻肉碼 順利活了下來 哇這一波VIPER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又也很急死 拉了兩隻肉碼 想去擊殺對方的老頭 但是這個老頭 招降速度有點靠賽 瞬間招降掉了 不然應該會損失一隻老頭 居然連一隻都沒損失掉 這有點神奇了 好這邊看到後方的肉碼 繼續進行騷擾 那目前VIPER的一個抵抗策略 打的還算是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個正常的應對方式 但這個應對方式是非常需要吃手術的 但是身為VIPER 世界冠軍等級的手術 一定是沒有問題 這個操控力肯定是OK的 那葡萄這邊的支援量其實蠻OK的 看要不要趕快轉出雙TC卡農轉帝王 好這邊繼續招降這裡戰車 如果再被招降掉就很虧了 哇又被招倒了一台 第二台也被招降掉 第三第四 第五台戰車有機會嗎 哇靠五台戰車 直接被招爛 後面直接有變成七台戰車 變成VIPER的 而且這裡有非常多的弱馬 也在對這些戰車進行輸出 又這一波戰車被招走實在是太虧了 那目前村民差距是VIPERC11村 對於上坡西米亞57村 村民差距約為15村左右 好 戰車現在互打的情況下 這樣對VIPER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因為他只要這些戰車 對方戰車數量少 自己就可以趕快點一下帝王時代 不一個話大學點帝王 那到了帝王時代葡萄就可以轉出港灣大三戰 或是巨型頭司機開拆 或是直接轉成中頭 開拆這些虎視派戰車也不是問題 那如果顧慮到波西米亞本身也是個老頭果 也點下救贖思想的話 可能中頭部分不會轉出 直接轉馬爆 這個重裝騎士A過去 也可以快速玩事 那也要顧慮對方的這個老頭著想 那以波西米亞這個單TC的經濟來說 老頭數量肯定是不會多到哪去 甚至救贖思想也很難點下 因為這個戰車的部分也是很吃黃金的 所以他黃金是沒有多到可以去隨便點修道院科技的 好 這邊VIPER決定要前線蓋寶 但是右呢 也是3TCKino 所以村民差距並沒有太大明顯 現在是66村來到66村 村民差距慢慢補正 後方這些肉碼也是做到一些事情 我們看到這邊有擊殺 擊殺兩村 OK 帝王時代好一分鐘 波西米亞這邊可以考慮 去趕快賣掉自己的石頭 轉到帝王時代 但還是VIPER這邊會帝王勸退呢 畢竟帝王時代是有點慢 真的賣掉石頭了耶 這把真的是我說什麼 他們就做什麼 見鬼了 好可怕 我自己都嚇到了 當然這邊還不錯 又這邊有出火戰船 把VIPER的魚船燒得沒有到一乾二淨 還是有少量的魚船進行捕魚 但這邊轉火戰船去燒對方的魚船 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不能讓VIPER過得太舒服 VIPER這邊的說明數只剩下71吋 右的話中間的魚船也是不見了 可能是delete掉 或是被招搶掉了 都有可能 目前大量老頭只在這中間的位置 目前戰車部分兵分兩路 這邊看到 右邊的戰車想要去VIPER家裡騷擾 好 好 升到帝王時代的VIPER 點下了印刷技術 有印刷技術之後呢 老頭的招牆距離會變成12 9加3 距離非常的遠 好 這邊也轉出了 攻擊力 斷造技術 普塔拉正面的巨型頭C 已經要來開拆城堡 右這邊也點下了贖罪思想 還有神聖思想 最俗思想 救贖思想 還有贖罪思想 哇靠 最後還是把所有的老頭科技點掉了 他開始意識到 不把VIPER這些老頭給點掉 是沒有辦法 哇靠 這邊VIPER又直接招翔到了4台戰車 VIPER的手術實在是太快了 哇 5台戰車 全部招光 VIPER這邊已經囤到了12台戰車 這12台戰車影響力非常大 下方5台戰車集結一下 來打掉這些村民可能也是小專一筆 升到帝王時代的右 會怎麼反之呢 那波思思想 這個VIPER趕快點出老頭科技之後 還要趕快補下化學 剛剛如果補大學的話 研發帝王時代的圖長 就可以點化學了 然後以上帝王時代 就會用工程器製造所 按出火炮來才是 但剛剛又可能在控這些戰車的關係 可能忘記這一點細節 波思思想這個小小細節 在地出的時候很重要 畢竟可以在 地用時代的研發當中 研發化學這件事情 是相當厲害的 好 那還好 這邊修導員被拆掉之前 馬上點下了印刷技術 那化學這邊補下 還是要等一分半 這邊火炮出來的時間 就會稍微慢了一點 但火炮的部分 也是需要用到槍兵去防守 所以待會波思蜜亞 直接打出了GG 所以待會如果波思蜜亞沒有投降的話 可以轉出一些軍營 轉出槍變升級去防肉馬 可能會更好一點 沒有想到 又這邊很突然的 就打出了GG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看一下兩邊經濟差距到底差了多少 那目前看到又這邊經濟差距 大概是有800木頭的勝利 輸的部分是慘敗 因為Biper這邊的肉量 3TC先看之外 它自己的魚爽也是補到 非常多野生的Sashimi 這個肉補了非常多 肉類是補了大概4000 大概贏了快要3500左右 那黃金的部分 則是右這邊贏了大概3000 之後則是贏了大概600 經濟差距來說 大概只數了1000肉 1000支援或2000支援左右而已 其實支援差距並不是太大 凡是操作方面 Biper是用老頭招翔到了非常多的單位 招翔到了13個單位 一個肉碼 12台戰車 那KD值的部分 又是來到1.13 KD值方面來說 是右打得更好 因為他的火戰船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魚船 所以KD值看起來不錯 而且肉碼的部分 也是抓到了一些村民 實際上來說 右這邊 是沒有太遜色於Biper這邊 但是Biper後期的這個經濟 還有這個老頭部分 是有點勝過於 右這邊的 甚至正面城堡 直接被拆除關係 但是他沒有辦法 順利的轉出其他的兵種 還有進行順暢反制 這也是一個 生時代落後 一個會常常遇到的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支援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